大家好,我是泡泡 在过去的2022年是巨变的一年 发生了很多事 可谓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而还有不到半个月就是2023年了 那么2023年依然会比较难 我说这话肯定有人想打我 年年你都这么说 每年都难 是不是太套路了 现在我们国家疫情管控都放开了 经济不就马上恢复吗 哪还有那么难呢 大家先别着急 听我给你慢慢解释 其实并非如此 从目前的大环节和趋势来看 个人觉得2023年的经济形势的恢复 没那么快 虽然现在放开了 但是我们需要承受 这一波病毒巨大的冲击 虽然它的致病力大大的减弱 但是钟南山等专家也说过 这个疫情得持续到明年三月份 甚至上半年可能都会有所影响 那么恢复经济的发展 驱动市场这家马车跑起来 恢复人民和各个企业发展的信心 也需要一个过程 对吧 另外明年大概率从下半年开始 国外会降息 到时候外贸会受阻 经济可能需要内需来拉动 而现实是人们没钱了 疫情三年掏空了太多人和家庭的口袋 所以说明年经济形势 还会经历一个比较难的过程 老百姓还是会有点难的 但我们度过了这个难关的话 就越来越好了 那么对于我们普通人 2023年给大家的建议 仍然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 我们再勒那么半年到一年就不用再勒了 就可以放裤带了 在2023年大家绝对不要做这五件事情 千万别折腾 第一不要轻易加盟任何项目 加盟就是为了赚你的人头费 有人觉得加盟是最省事的 是最便利的做生意的渠道 那些网红品牌多火爆啊 这常常是一种假象或者骗局 你看到那些排长队的 也许是故人表演的 他们就是利用你这种心理来挣加盟费 和设备采购费 然后他们就跑路了 让你加盟是为了降低和转嫁 自己的这种市场风险 刚刚说到了 明年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老百姓的消费能力还是没有回升 还会收紧自己的口袋 钱哪那么好挣啊 第二不要放弃本职工作 我之前拍了一个视频 就是说现在经济不景气的时候 大家可以去多做一些副业 利用一些兼职来增加收入 但是今天我再打一个补丁 就是大家在做副业的时候 一定不要耽误了主业 副业只是赚快钱的 但是主业是你在这个社会上 立足的根本 是你糊口谋生的饭碗 尤其是当你拥有了一项 职业技能的前提之下 千万不要轻易的去放弃 而是在这个领域深耕下去 成为专家 成为不可替代的人 这样经济再不好再难 也没有人端掉你的饭碗 因为你是行家 社会需要你 哪怕这个时候 我们的工资不那么高 或者没有涨薪 或者说哪怕降到那么一点点 但是也希望你挺住 因为你一折腾 也许什么都没有了 第三 2023年前要不要借钱创业 其实我在2022年 就不鼓励大家创业 创业你要有足够的资本 足够好的项目 以及足够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 你才能去碰 即便这样 结果都可能是九死一生 那你还借钱去创业 就有更大的风险了 一旦搞砸 你不光将自己陷入到压力当中 你还会连累家庭 谁也不会给你兜底 最后替你兜底的人 还是你的家里人 这就是一种 极不负责任的行为 不要个人英雄主义 而把全家人置于水火当中 第四 2023年不要轻易投资 因为从2021年开始 到2022年 乃至马上的2023年 个人财富积累的风险都在上升 这两年发生太多的事了 比如债券的爆雷 多家银行安全性极高的二级理财产品都出现了亏损 罕见的银行破产 爆雷现象 这两年相继发生 他们有个清晰的演进路线 就是从外围到核心 从高风险产品向安全资产延伸 金融行业正在打破钢队 所以说2023年不是不能理财 理财是必须的 但是不要买一些乱七八糟的金融产品 一般人真的是很难玩赚的 你最后都是韭菜 第六 不要对病毒掉以轻心 对于2023年疫情的走向 即便是经验最丰富的科学家 也没有办法完全预测 啥时候可以结束疫情呢 英国专家预测是最快2023年 但是他们说最糟糕的情况 也可能延续到2026年 我国黄建平院士他们预测新冠结束的时间是 2023年11月左右 而事实上新冠病毒呢 不停的在变异 短时间不会结束的 因为奥密克戎有非常多的分支 对于一些变种 科学家都没有完全摸清规律 虽然同一毒株 二次感染的那个概率比较低 但是不同的毒株 他们会交叉感染 你看国外有的人甚至感染过六遍到八遍 而国内也有一些案例 就是感染过的人呢 复养了 所以千万不要掉以轻心 我们依然要做好最高级别的防护 甚至呢 我们不要去过于聚集的人群的地方 因为那个地方病毒的浓度超高 总之我们能够让自己晚一天感染 就晚一天感染 能让自己少感染一遍 就少感染一遍 这样对我们是有好处的 好 以上就是2023年 千万不要做的这五件事情 希望大家在2023年呢 不折腾 以最稳妥的方式 我们继续再坚守一年 2023年的下半年 或者说2024年 肯定会迎来曙光 好 我是泡泡 拜拜 拜拜